现在人一昧 向名利上的追求 争名主利 得到的是什么 纵然得到了苦不堪严 患得患失 没有得到的时候想得到 得到的时候又怕丢掉 他心怎么会安 不可能安 心不亲近 会安的 你这种人过一辈子都苦 所以佛圣人教导我们的方法 我们想救这个社会 救这个世界 救这个地球 什么方法呢 讲经教学 还是这句老话 越想越有道理 现在人一昧 向名利上的追求 争名主利 得到的是什么 纵然得到了苦不堪严 患得患失 没有得到的时候想得到 得到的时候又怕丢掉 他心怎么会安 不可能安 那心不亲近 不会安的 你这种人过一辈子都苦 所以佛 圣人教导我们的方法 我们想救这个社会 救这个世界 救这个地球 什么方法呢 讲经教学 还是这一句老话 越想越有道理 你讲经教学 是把人的这个决性换起来 本人善换出来 他只要觉悟了 只要回头了 他心就定了 智慧就开了 对于这些假的东西 明文立扬是假的 你的钱再度 你还不是一日日日日日三餐 夜眠六指 如果了解四世真相 你追求那个干什么 苦不堪严 意识足了 就够了 每一天饭能吃得饱 衣服能穿得暖 小房子 能够遮蔽风雨 你说多快乐 大房子 每一天的时候 用多少时间去打扫 去整理 我在美国住很多年 有些同学 在那边 这个 待遇不错 买了大房子 星期六 星期天 他们不上班 在家干什么 用一天多的时间 去整理环境 你要不整理的话 警察来听你整理 向你收钱 人做房屋的奴才 你就伺候他了 你买个小房子都好 花一两个小时 就打扫得干净 你落了 你才有多余的时间 去享受我 中国人会过日子 真正读书人高人 农村里头 打个小毛棚 舒服极了 我记得我的童年 在农村 农村里面居住 住的是草房 茅草房 土墙 我都很留恋 这种房屋 你看不上眼 茅棚 冬暖夏凉 很舒服 它墙很厚 那个墙 差不多有一两尺厚 土墙 盖的这个茅草 盖的很厚 确实冬暖夏凉 它冬天这个冷气进不去 住的舒服 这钢筋水泥的房子是好看的 但实实在在讲 没有中国那种 那个小毛棚 一样人 你住在那个地方的人 真是 心地勤劲 尝试我 现在人家 磁场不一样 现在有个大楼 住多少人 磁场很混乱 很复杂 那农村里头 你这个小毛棚 附近都没有人 很远才有人家 那怎么会一样 那么帮助别人 就是身一行 研教 我们身体力行 把骨身先行的教训 真正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在人间屋 真的学稳了 把经典里面的道理 变成自己的思想 简洁 这经典提升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佛 阿 你 佛 佛 佛